就是為我而來的 張立揚來的你就有 不知道 張立揚也有 我們是跟張立揚一樣的規格 所以就知道安編心中就有立揚跟曾俊 都你們家的人 你們的奎米瑞智就是我的五星級 對 最愛的 全新瑞智 華妍來之後你也講一樣的話 好愛你們家喔 PuReady PuReady一定要一起大部分 Pu喔 他好像有在按直播囉 欸 直播了嗎 真的在直播了 欸 分享可以分享 等一下我不敢講話了 他就安靜了 人場 沒關係現在還沒有人我們可以人場 哈囉大家好 現在來到金娛樂粉絲團的直播 那我們今天的直播請來了 就是著模 ChocoTV著模 B.A.L.劇裡面的 呃 申俊還有任宥辰 對大家有看這部戲嗎 聽說這部戲現在非常的紅喔 在網路上都已經有了千萬還有億萬的點擊率 有嗎 希望有了 但是 但是我覺得 沒關係在我心中就有破譯的點擊率 因為我非常愛這部戲 真的嗎 當然啊 而且經典值得一再重播 對 陳儀逼我看的 因為他說裡面有很多肉 對 因為我是為了你著想 我知道你愛什麼 身為好朋友跟你分享 但是我是用藝術的心態在看的 所以我們分享出去了吧 嗯 嗯 好 好那我要把這個拿掉囉 好那 今天呢 我們的兩位大主角就是 得罪人界的第一把交椅 陳儀 還有 南南床系界的 金交椅 陳儀 哈囉大家好我是陳儀 嗨大家好我是陳儀 嗨大家好我是陳儀 來來來來來來 你今天要來做什麼 今天為什麼會沒有發任優成來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就是因為安邊故意不讓任優成來 發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他已經準備好了 他就覺得說看完著模之後 他覺得只有任優成獨享你 他真的覺得不行 所以他一心就想說 我一定要找一個機會 你知道 我剛剛來的時候有嚇到 故意發不到任優成 我想說幸好我今天有來 不然那個拍子可能就是我的臉 不會今天一定會是你來 因為他就是鎖定你 因為姨姨鎖定你 因為姨姨鎖定你 那是一首歌嗎 對 他已經準備好 真的啊 哲音我沒想到你會來這一招欸 你竟然一開場 一開場就抹黑我 怎麼會是抹黑呢 但他昨天還特別跟我講說 陳儀陳儀今天曾俊來啊 他叫我千萬 要假裝是我逼他做這些事情 然後 他就跟我說 我們那個角色裡面 很多橋段 他都想跟你的臉 真的嗎 所以今天我的角色是什麼 我的角色就是一個勞寡 特嗨 長圍長的人 把你推入火坑 還好吧 可是我剛剛有聽岸邊說 他比較喜歡我師兄 師兄 對 誰 他比較喜歡立昂 他都可以了 都可以了 那你們有不要在直播中 毀壞一個記者的形象嗎 我們就是 專業的OK 聊天聊天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直播毀滅我的形象 你比較好好的 那邊跟你加深君聊聊天吧 我們想要問一下 第一次見面 深君你為什麼會想要接演這部BLG 我那時候其實我在接到這個劇本的時候 是我在 我在一個靈氣很重的山裡面 靈氣 對 靈氣很重 旁邊有很多靈體的深山 然後在工作的時候 就是在休息的時候 收到這個劇本 然後想說 看一下 噢 著魔 這個劇名其實就已經滿吸引人的 靈氣很重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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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時候 看劇本的時候 其實我第一個看到的是 他的台詞 然後我覺得他的台詞 非常的簡而有力 而且非常的有感覺 可是 我那時候跟他們說 我非常想要演 就是邵逸誠 就是任由誠的角色 因為那 我那時候覺得 他這個角色也很有靈氣 因為你當瘦當奇怪了嗎 對 因為他上一部在樓下房客也是瘦 就是跟那個李康生 對對對 跟小陽哥令狐的部分 也不是因為習慣 而是覺得說 呃 當你 接到同樣的角色的時候 雖然都是瘦 可是 你會想要從裡面 改變一點不一樣的東西 演同樣的東西 把它演成 演成不一樣 是最難的 所以那時候 對我來說就是 而且 因為邵逸誠這個角色 層次感非常的多 然後他就重生 然後 重生前重生後 又要不同的感覺 其實那時候我看到 其實我很愛邵逸誠這個角色 嗯 然後之後製作單位跟我說 他 就是如果要找一個 比我高的 比我高的 工 工 就是 短期內 就那時候啦 對 比較難 所以我就想 然後他們就說 其實邵逸誠 那個 江進騰 他很帥 然後他很怎麼樣怎麼樣 我想說 欸好像也是 可是我寒淚反創 痾 那邊哭的時候 好啦好啦好啦 就爬上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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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時候 原本的江進騰不是這樣 然後原本的江進騰就是一個 富二代 然後就是一個耍帥 然後也沒有講太多話 然後就是一個很耍帥的人 可是那時候就是有跟製作單位 經過溝通了之後 然後編劇 就是佩宇傑很好 他就說可以調整一下 然後以我的感覺就是來 調整一下 然後才有今天這樣 就是 我自己加了很多自己 的一些小巧思 跟 跟埋了一些伏筆 在這個角色裡面 嗯 那你兩部戲 一個是跟李康生 一個跟林宥辰嘛 你對這個 中生代的鮮肉 還有那個新生代的鮮肉 你對他們兩個人的評價是怎樣 你可以用 各自用一種水果來形容他們嗎 嗯 李康生是什麼口味的水果呢 是因為他都吃過 所以可以形容嗎 對 我覺得小漢根應該是蘋果 為什麼 因為他非常具有維他命C 然後因為小漢根 你是說他有元氣嗎 嗯 對 一天一蘋果 一三元 滿滿的蛋白質跟基酸嗎 不是啊 因為蘋果 嘿 什麼啦 然後 然後任宥辰就是草莓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比較 比較 粉嫩一點 比較 對 他是乳頭是不是粉紅色 是嗎我忘了 我覺得他不是粉紅色 他是偏淡的眼紅 可是我覺得我 我沒有什麼要看的 沒有 我想說觀眾應該在那個電視劇裡面應該沒有很清楚看到乳頭的顏色 怎麼可能 沒有 乳頭之後就要定格好不好 不是不是看到 可是 因為他們 後製的時候已經調過色了 所以其實本來是黑的 所以其實本來是黑的 本來是粉的 然後不小心調黑了 喔其實很粉 他在現場驗禍嗎 欸 好答應今天不先來 下幾點 我有答應今天不先來 他就趕著四點半又走你知道嗎 好 講重點 好 但是那個很多觀眾看 說看著著模之後 就好像看不過癮 嗯 就是什麼床戲就點到為止 對 真的 那你們在現場真的情況是怎樣 現場其實導演讓我們有很大的發揮空間 其實導演幾乎都不NG 他都不喊咖 然後就是讓我們演 然後讓我們自己去發揮 兩個人在床上應該有的表現 所以你覺得你在床上應該要有什麼表現 我覺得就是要你真的愛那個人 因為你要想要愛他 你才會 才會想要跟他發生親密的關係 而且 就是一夜寢跟真的戀愛中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你有夜寢過嗎 我沒有我沒有 講到好像 講跟自己 不是啦 演員本來就是要想像 對對對 要做很多功課啊 欸 做很多功課 不是啦 你是不是做很多夜寢啊 不是啦 就是 就是 就你看我經常會跟 就是 就是 討論一些東西就是呼吸 就是當你 你哭一整天跟你當下哭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雖然都有眼淚 可是那個 要傳當那個感覺就是不一樣的 所以其實闖戲也是 所以你最喜歡任誘成哪一點 讓大家告白一下 看這鏡頭 他 喜歡他的哪一點 還是哪個部位 哪 哪一點 發音要清楚好嗎 我只是想說用感情方面 如果真的要形容哪個部位也可以 就是你可以說你最喜歡任誘成哪個部位 肉體 就是純肉體 他自己歪體的 好純肉體 他全身上下的肉體 對 你摸過 因為你全身都摸過啦 你最喜歡哪個部位 也挺過啦 你覺得最厲害的地方 我覺得他腰還蠻性感的 他的腰還蠻性感的 那你可以示範你怎麼摸他的腰嗎 我也忘了欸 因為摸腰應該會有個弧度啊 那不然你來啊 對 他就在 他在Cue這一題 就是就這樣 我沒有 你不要這樣子 我知道你很不想 但我拜託你來了 這邊請 等一下 我們要先繼續我們訪問 訪問的部分 在後面 特別再給大家 再給你 對啊 任誘成 可能我其實就是一開始 覺得 他 他真的就是一個 他的年齡的那個人 就是 很大學生 然後很開朗 然後很活潑 所以那拍手是真的愛上他嗎 當下當然要真的愛上他 如果 大家感覺得到 我們真的有相愛的話 就看劇的時候很相愛的話 就代表我們真的愛上他 那要怎麼在拍床間的時候 避免前面有比較尷尬的反應 還是說你真的就有反應了 沒有我覺得他 他就是 工作就是工作 你當然知道你要去愛上那個人 可是你的潛意識會告訴你自己說 那是工作 而且我覺得這是 必須要尊重對方的 但是你會想要吃掉他嗎 如果在拍戲的時候 當然會想要 因為畢竟就是 我就是要吃掉這個 好 我們問一下旁邊那個 不知道怎麼會路過的女子 我是不得已 陳衣小姐 就是你平常在網路上出的得罪 我對人之外怎麼會跑去演戲人 就是因為那時候呢 這個 TrupleTV的製作人 然後他就跟我說 欸你來演這個著魔 裡面這個依君的角色 你可以現場看男主角演創戲 我就不問價錢的時候 我就立刻點頭說好趣 他就說我跟你講 創戲Live他們在上床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那邊這樣 我就說完美 我就立刻答應了 所以你在裡面演的角色 你可以形容一下嗎 我在裡面演一個角色 就是變態跟蹤偷虧狂 就我一心愛江景騰 然後可是他不愛我 他就跑去愛任祐成 對啊 然後就不斷跟蹤偷虧這樣子 沒有你還有一個角色 對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對魔女 對就是後來任祐成他那個角色 可以重生其實是我 就是邵逸成是我救他回來的 對 就是有施法 對然後前面三集觀眾都在罵我 所以你頭髮才變白的是嗎 對 因為我小魔女 你知道前面三集觀眾把我罵慘了 就覺得我就是個bitch 然後每天就是想要拆散他 因為我想知道 是不是因為你就是單身太久 所以就開始對BLO就產生了興趣 我就算不單身 我對BLO也充滿興趣啊 那我們今天來問一下 陳怡到底單身了多久呢 請回答 這題有準備好的嗎 沒有 我單身大概三年吧 三年嗎 那你要不要對廣大網友 真友一下 我非常的想要交男朋友 你知道我們媒體最喜歡叫人家真友 那請猜三個條件 不要像森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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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就是森卷真的不是菜耶 不是 你知道廣大的網友會有好奇說 到底是哪一種類型的人才壓制得住 陳怡這個妖魔不怪 哈哈哈哈 嘴角在抖說 不是重點重點 重點是 好啦你先 就是 就是 孝順顧家囉 女明星都這種答案 我真的很不在乎錢啊 也不在乎身高囉 絕對不可能是這樣子 就是你想的那樣 可是我很孝順顧家啊 為什麼我不在乎 對你真的孝順顧家 對你真的孝順顧家耶 就是我們太熟了 你知道有時候太熟真的沒有辦法 好 不會想到他那種 那你對他那麼熟 你覺得他身體上最性感的是哪個部位 三俊嗎 對 最性感的部位 舌頭嗎 我沒有用過 我不知道 現場戲用好了 我不想 為什麼要這樣 是不是要想別人的一個性感的部位 真的你剛剛講的 你剛剛講的出任宥辰的腰 我覺得好厲害喔 我真的講不出來 你最性感的部位是哪 手 有很多觀眾看了掌摩 就非常的喜歡 森順還有任宥辰的手 可以秀一下你的手 他們的手很好看 而且手控超變態 從頭到尾就看你的手耶 那你現在可以用手演出變態的情緒嗎 來一二三 用手演出 重慾過度的情緒 什麼什麼什麼 重慾過度的情緒 就軟掉了啊 用手演出 超級興奮的情緒 用手演出 想要打成衣的情緒 他在裡面 就不斷對我施加暴力 對啊 我在裡面不是我要親他 然後就是他要敲我脖子 而且你親我剛剛被剪掉了是不是 有了 後來有一 我都白親了 我跟他第一次見過就要親他 我想要還原那一場的戲 你們來見那場戲是怎麼演的嘛 就親他 因為我們要結婚 一二三 Action 我跟雨菊 要結婚 然後就 這樣 然後呢 就這樣啊 然後他有幫你推開嗎 沒有 沒有沒有 這場戲我沒有看到 就是被剪掉 對啊我們拍很久耶 而且我們試戲的時候還瘋狂的親耶 那這是你第一次演戲嗎 不是 不是嗎 對 那你對你在找我們裡面的演戲的評價 你覺得咧 我覺得就是 我滿足到看男性肉體的歡愉 哈哈 我是很評價在演技 你覺得自己的演技技巧 我是真的有很認真的 是在進入這個角色 然後我有認真給這個角色做了一些功夫 有我覺得還滿演得滿深的 對對對 不太像是演自己對不對 因為這角色跟我就是有點像 所以大家就說 你也很好耶 跟你好像 我就說沒有 你說我根本沒有在演 對我沒有在演就是演自己 演自己還能差嗎 對 因為森俊在轉圍裡面 就有點太霸氣了 超霸的 那跟你本人像嗎 我其實我 其實跟我本人有點像 就是某個地方有點像 因為我 我還滿就是我要的東西 或我覺得對的東西 其實我一定 就是我有證據的情況之下 我一定要堅持 就是我就是 我就是要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 做了就對了 那你對 會有這樣的 談戀愛的對象 講過最霸氣的句話是什麼 其實 都有耶 我都說裡面的台詞 裡面的台詞就是 我要你演技術 沒有沒有 我不要裡面的台詞啊 沒有就是 現實有講 你在現實世界 對你喜歡的人講 我要你眼裡只有我 對對對 好霸道喔 我會愛上你耶 那你現在可以對任宥辰 重新講一次這句話 你根本就想要Q你 他終於來了 快快快 滿足他 我理你的娘 不要留你 只有我 如果你敢跟別人 下杯子見 那你講完這句話之後 你會搶吻他嗎 呃 不會 我會撒嬌 拜託他在等這一刻 他在等這一刻 他都已經Q你了 沒有我會撒 我如果是本人的話 我會撒嬌 所以講完那種 很什麼的話之後 我就會 好啦 最愛的是你 開心嗎 那邊 就是會 還好 還好嗎 那這一幕表示不是你的菜 你應該想要下一幕對不對 我也沒有要下一幕啊 你看 你看著我裡面 你最喜歡的那個橋段 是哪一段 我們應該要深俊自己回憶 你最喜歡的橋段 你自己最愛 我自己最愛的橋段 其實 甜蜜的 有甜蜜的 最喜歡 然後 就是 悲傷的 然後甜蜜那一段 當然非常喜歡那個 然後微微巾那一段 而且我看了 我看了播出之後 自己都覺得戀愛的 我超愛你 真的 而且我覺得那一段 有個很棒的點 就是他幫他微微巡 然後最後他會頂他一下 我記得他 背後頂真的 太對了 那我女朋友好多次 那一幕是你自己 家的戲嗎 對 因為我 因為我那時候覺得 導演就是給我們指令說 你要幫他微 然後要有戀愛的感覺 什麼什麼 然後我想說 那個鏡頭很久 因為他真的就是很久 然後我想說 本來就是 情侶 你本來就是在幫 對方穿衣服 還是什麼的時候 你一定會 調皮的幹嘛 那我覺得剛好 當下的氣氛 很適合那個 你不是 你是調皮的心情喔 我以為是那種情侶的感覺 當然 我想說太想頂你了 現在 先頂 是一種興奮的頂吧 是啊 可是那個感覺 就是野獸在吶喊 可是 大家如果有看 有發現 就是我頂了之後 我有就是 就是有 有挑皮的那個感覺 有 而且我覺得他 那個任佑誠不知道你頂他 對不對 因為他有當下真的有害羞到 被頂了 對 因為我自己 我自己喜歡買一些 很小的伏筆在裡面 因為我覺得其實 演戲雖然是 在螢幕上 然後雖然是 就是跟 可能你不太熟的人 或是怎麼樣 可是我覺得 該做的東西還是要做 那你要那個嗎 重現 他在等這一刻 因為我們也可以 跟陳怡試一遍 不用謝謝 這個這麼好的機會 就留給你了 好 那我們跟 任佑誠的看板 就是重現一次 重現頂嗎 可是那個是站起來的 任佑誠 欸 任佑誠今天為什麼沒有來 不是你故意發不到他的嗎 沒有 任佑誠今天有別的事 不是任佑誠很想來嗎 然後就為了讓你代替他 所以 就跟親戚的人說 不管怎樣 任佑誠一定有事 我覺得我今天很厚 你叫陳怡來直播 哈哈哈哈 那就不要有你就好了 那你要重現嗎 那你要重現嗎 那你要站起來 喔喔喔喔可以啊可以啊 我趕快離開 我是演變太多被捕 我非常記得 就是拍這一場的時候 然後我 就是很臨時的發揮 而且因為那時候在拍 這個圍裙會一直 就是 卡一卡的 所以我就要 很霸氣的先張開了之後 然後這部戲他在做菜嘛 對你要做菜啊 對你要做菜啊 對他在那邊 就是收拾不知道什麼 對他在切菜什麼的 對他在切菜什麼的 然後我就要突然這樣 irti найд 然後我要這樣 其實媽的有點小 你這樣嗎 你這樣嗎 因為那個沒有喬啊 真的沒有喬 那你沒有綁好嗎 你沒有綁好 你好想被綁 然後他不是有 concent球回頭對望 沒有沒有沒有 他就頂他而已 有有有 然後我就故意跑到耳朵 然後我就一直這樣 欸你真的害羞咧 我是真的有害羞 我認識你這麼久 第一次看到你真心的嬌羞欸 而且那一幕因為真的有點長 所以其實還有一些小巧思 就是我在幫他圍這裡的時候 那你可以圍空氣圍裙呢 幫他假圍 然後呢你在圍的時候 我在圍的時候他其實有點想要閃 然後我就要把他 我要把他 他沒有這麼想要閃 要保證固重 要保證固重 那我等不到 這是綁架是不是 好然後那保證固重之後呢 然後我就發 你不要用那種享受表情好不好 因為他在那個面具後面 安邊呈現是種享受的感覺 其實我比較害羞的 我們就弄到結論 我們謝謝 都想結束這場訪問 我是因為今天完全被害慘了 你知道嗎 我有嗎 有啊 我只是把你內心的渴望告訴這個世界啊 我記得我們昨天打電話的時候不是這樣子講的 昨天打電話是說他今天要假裝他不想 其實都是我逼他 其實現在講出來的意義是什麼 昨天蕊的意義是什麼 對 你知道蕊這件事情就是先 就是你知道就是 蕊完之後明天要用蕊的方式做 可是我就是一個誠實的人啊 我沒辦法說謊啊 而且就是我覺得其實還蠻開心的 就是你做這些當下我有害羞到 他剛剛幫你這樣點 有因為我覺得他非常的認真 就是他沒有在跟我們胡鬧 他真的演戲的時候就是投入到那個情況 是真的 所以我都有點害羞想 哇他真的看我那麼近 是真的 我覺得你這樣的話我可能也會愛上 那我們請陳怡再來一次好了 不要 我們幫陳怡在圍圓圍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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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 所以錄里剛生過的時候都說讚哦 讚哦 康升哥有誇獎過你身體來多的嗎 沒有 因為他真的是主打就是一直在脫衣服 可是他身材真的還好 所以我盡量來在臉部轉移那個大的那個透露度 可是你都脫了我們還是會忍不住看一下你的身體 所以我會盡量擋 沒有因為我們今天那個標題 直播表有打驗禍 就我們雙情人同樣吧 什麼啦 好好好我們現在先來玩一個 請你猜生菌身上哪個部位最硬 最硬 硬實 最硬嗎 對 他的心 還有肺 現在滿硬的 乾 乾還滿硬 他吃什麼 不是你現在是摸了那個部位之後 跟我們講說哪地方的口感如何 就是不是交給你嗎 你當手磨來你的手磨 然後你跟我們說他身材真的很懶 沒關係 因為我們有打驗禍 所以一定要進行到驗禍這個步驟 那就你來驗啊 真的啦 那是任宥辰的 對 他真的 他真的要讓我逼他 我真的不想硬耶 來來來來 你來驗奶 我真的 我真的沒有什麼好驗的耶 可是你最近好像有練 所以你最近胸口比較好 比較好練 沒有其實因為我那時候在拍著模的時候 我是警戒 對 所以那時候我真的 我在演那部電影的時候 我是要超首 他是一個紅頂藝人 對女生的身材 所以我那時候真的是很瘦很瘦 真的很瘦 那時候 我覺得因為被害慘 嗯 有吧你有練吧 而且他房間有放健身器 才看起來像沒有練 他中間有一個很凹的勾 就是在有一個勾 你摸看 我現在真的是被 你摸看 你摸看 你最近真的有練耶 欸不得了了 我就被拖怕了 你知道嗎 不得了了 都已經才爛監視 因為 粉絲不是說他是就是腹肌 他不是 對因為他都不露肚子在掌握裡面 然後粉絲就寫信給我說 欸三菌本人是不是肚子很肥 所以不露了 那要請千雅燕你一陣子 他真的沒有肚子 他只是沒有腹肌而已啊 那你摸一下 他真的沒有肚子 但是有腹肌嗎 我有兩個 我沒有六塊 你沒有腹肌啊 對我沒有 你沒有啊 我沒有啊 我沒有啊 胸肌勉強有了啊 我本來是要你摸完之後 然後就說欸其實有 他很誠實 因為他有點太誠實了 對 真的無法說謊 他也很誠實啊 對我蠻誠實 他真的是有問必答耶 而且他達人都是講那個很真正 到我想說 你好歹也算是偶像不要叫了吧 那你談過幾場我現在來啦 三場 那你第一次的其實 好來看一下我 欸 這可以回答 這可以回答嗎 欸你不是觸男嗎 等一下你是 怎麼了 所以你是觸男嗎 對啊 你是觸男嗎 不是啊 你說你現在幾歲 我現在二十五 二十五歲的觸男 明天新聞就說這個下去了 哈哈哈哈 沒有就是 就是剛剛 剛剛什麼問題 剛剛那種 好啦現在 著魔系列都已經播完了嗎 那 應該還是有粉絲就是很期待 那你們覺得有沒有可能再拍第二部啊 因為 因為 陳怡就不用了 我說你 現在應該沒有想要看 欸我在著魔 你知道我在這個系列裡面 我是什麼角色嗎 肉體鑑定大師 這三部的男主角都是經過我鑑定肉體 然後學習他們 等一下 你剛才說你肉體鑑定大師 而且濕濕濕透的 為什麼我叫你鑑定的時候 你脫脫 推推脫脫的 因為我想說把這機會留給粉絲 而且我覺得我會被粉絲追殺 所以我是粉絲嗎 我剛在那邊揉他的肉粉 是硬起死啊 憑什麼可以揉他家小哥哥的肉 好久沒有準備面具 應該都有遮好好的 大家放心我真的跟 跟聖君是清白的 好那如果要你在 在聖君跟宥辰中間二選 一定會選 聖君 那在聖君跟張狼之間 喂 跟誰啊 張狼 可是我要解釋為什麼 因為我很喜歡他裡面 江慶藤那個角色 其實我會愛上江慶藤的 我跟他拍戲的時候 有瞬間有覺得 喔好這角色好帥 你喜歡霸氣的男生 我喜歡霸氣的男生 然後喜歡對我說 我要你演你只有我 可是如果男生對你那種霸氣 你會不會很容易跟他吵架 你自己也很翹 不會我會立刻飛鋪他 然後就把他鋪到 對 不用吵架 你今天有很多人在 第一次在媒體面前講的事情耶 我在媒體面前講的事情耶 我在媒體面前講的事情耶 我在媒體面上來就如此啊 只是他們都剪掉又會笨過 哈哈哈哈 對 好啦 你們就再介紹一下你們的戲啦 因為聖君要趕著去下一場公告 對對對 好就是 就是 招摩 那招摩這部王劇 雖然他非常短 可是 其實我們每個演員在裡面呢 在每一個橋段 你跟台詞都下了很多的功夫 然後做了很多功課 然後 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看幾遍 然後 去把裡面的小巧思抓出來 對 只要下載ChocoTV就可以免費收看 Hitory系列 送個香文好了啦 還是說你要抽獎 就是抽中的就可以讓你頂他 這樣子 哈哈哈哈 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還是我們現在開放就是在直播裡面的粉絲 就有人說我想被森菌頂 然後只要有留言的粉絲 我們直接外加分享這直播 我們就會從裡面抽出一個幸運的粉絲 然後森菌真的 就要送禮物是不是 送你啊 沒有沒有就是森菌會真的頂你 欸 喔 因為我剛才也被頂過了 哈哈哈哈 真的很棒對不對 我會覺得好羨慕喔 用過的時候說讚 森菌很會頂 還沒真心使用真心推薦喔 超會頂喔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知道 你有答應這個抽獎活動嗎 欸可以答應嗎 不然我們 不然我們就是 來一個福利 我們回答一道 就是現在有留言的問題好不好 我們就隨機回答一道 就是送福利一道 但是還留言有問題嗎 沒有就是很讚很可愛 然後還出現了韓文之類的 就是世界各地的粉絲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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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粉絲欸 對 就真的非常 非常地謝謝大家 那麼喜歡就是著魔 因為著魔也被粉絲網友們就翻譯了 翻譯成各國語言 各國 西班牙都有 Youtube打什麼 越文啊 其實我們真的都很震驚 今天就靠你賣肉欸 我真的 我的演技啊 我覺得他在裡面真的演得很好 我真心覺得他是一個演技比較好的 一個正義 那你下一部戲會想要挑戰什麼角色 我下一部戲會挑戰一個大家沒有看過的神君 就是 文青 那會脫衣服嗎 暫時沒有 暫時不會 要跟那邊算了 欸欸欸 又來了 我還沒看到 我還沒看到劇本 因為文青 感覺跟肉體好像 好像 但是可以期待是一個文青的角色 對對對 而且女主角很強 對 所以這次不是演那個 不是我大家不用擔心 女主角不是陳怡吧 絕對不會是我 大家認真看 謝謝你喔 謝謝我放過大家 謝謝你放過大家 謝謝你放過大家 我放過你們了 好我們這邊跟鏡頭就是 這個 呃 怎麼 你幹嘛 你幹嘛 你幹嘛害羞到慈窮啊 你還在沈浸在剛剛頂的世界 你是不是 趕快放身去你走 他要去頂別人 沒有 什麼 送給香文好了 好 然後 非常感謝就是在收看 這個 直播的 對 可以經營熱的直播 然後 謝謝大家那麼喜歡著魔 喜歡 將近很喜歡 深君 然後這裡送大家一個 三個文 哇 大家有消沈你的嗎 應該沒有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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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